大家好,我是警察姊姊 今天要來介紹警察巡邏車 還有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附用警察隊的巡邏勤務 現在我們就來找一個小隊長來幫我們大家做介紹吧 小隊長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蜜蜜蜜小隊長 這是我們的巡邏車 我們平常在這間的巡邏車 那它都是藍牌相間的銀色圍織 很早前,民眾的巡邏車是紅色的 很容易跟銀間辦喜事的那個移車搞不容易 所以後來才改成藍牌相間 也因為這兩種顏色 它具有比較威嚴跟容易辨識的特性 所以才會一直移動直接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巡邏車上方這個叫警示狀況 紅燈代表的是警告的意思 藍燈代表我們在巡邏 例如我們在趕網行現場的時候 我們就會同時開啟紅燈跟藍燈 必要的時候我們也會開啟警告器 但如果燈號出現,紅燈閃一下 藍燈閃兩下 紅燈閃三下 藍燈又閃了兩下 學妹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 這就是壞掉了 我為什麼會選藍色跟紅色這兩種顏色 其實它是因為說 紅色的光波是很較短 藍色的光波很較短 然後當這兩種光 它在掃車的時候 其實對人的眼睛反應是最大的 尤其是在夜間的時候 所以呢 我們才會採用這兩種車做幾次分 再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巡邏車的內部 配備有無線電車裝台 然後上面還有鋪鳴器 然後這邊還有鋪鳴器 來麻煩幫我們示範一下 前方車號 三一九一七五 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行李鋪 主要是我們前方在處理 巨重重歐的時候 可以使用的 所以才會每一部車都有這把 給大家介紹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桿板 這個叫艾桶的防護罩 它主要是裝設交通在巡邏車 駕駛座後座 主要是用來隔離 駕駛座跟後座乘車之間的距離 因為過去曾經發生過 坐在後座的班前前前前方的駕駛 所以才為了這個東西的出現 好了剛剛已經結束了 我們的巡邏車介紹了 現在呢就來跟著我們一起去巡邏吧 台北市總共有十二個行政區 那我們把這十二個行政區 總共為了發車銀行巡邏線 我們開巡邏車巡邏 巡邏的路線是以巡航周邊為主 駅區的物資源安靜方 國小 國中 道中 高級 所以繼續大聲電效 我們都會去把它串點進行巡邏線 我們今天會行巡邏區 大岸區跟零商機 我們主要是去巡邏周邊 巡邏 看看有沒有給駕駛車 再巡邏駕駛周邊拍檔 先完巡邏錶之後 不會馬上走 我們還是要在現場先周邊巡邏 看看有沒有可疑的人事物 可以 一定沒有問題坐 可以坐 要是 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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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